这玩意儿名叫日 又叫太阳 46亿年前 它在宇宙中咕咕坠地 同时留下了无数没用上的边角料 那就是周遭萦绕着的无尽尘埃与气体 然而刚出生的太阳 就已经是个空巢老人 没有行星的陪伴 只能预演在天涯海角的其他恒星隔岸相望 这个小放堆有点分量 所以它拥有强劲的引力 让尘埃逐渐汇聚 形成岩石 岩石与气体又不断聚集 花费上千万年的时间 形成了行星的胚胎 于是太阳的儿子们 四颗泪地行星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和爸爸离得太近可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父爱实在过于热烈 由于水星小巧玲珑 更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导致它的昼夜温差极大 白天430度宛如炼狱 晚上零下100期 冷诺冰霜 咳咳 冷 冷 冷诺冰 冰霜 都严肃点 不然又有人要说 UP负责胡说 弹幕负责科普了 话说回来 水星这昼夜截然不同的面貌 有点像我们 白天在现实中 唯唯诺诺 到了一晚 在网络上 重拳出息 格外亢奋 不过水星最奇妙的是 轨道共振 只让它在每完成两周公转的同时 只会完成三次自转 讲人话就是 假如你在水星上晒日光玉 太阳会一直处在头上 就是不落山 晒到你忘记黑夜长啥样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在暮色中散步 而那一片天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被晒死 这源于水星拥有奇特的椭圆形公转轨道 极快的公转速度 与极慢的自转速度 这么神奇的地方 人类当然想要好好探索一番 但水星靠近太阳 强大的引力大大提升了探索难度 这里下书要给同学解释一下 鲁迅先生曾说过 引力准确的来说并不是一种力 而是物体的巨大质量将空间压到扭曲变形 从而身边的物体滑向它身边的概念 想象一大一小两枚球 在席莫斯床垫上紧挨着 大的球会压出凹陷 小的球就会滚入坑中 只不过引力是发生在三维层面的 所以探测器稍有不慎 就会被吸入太阳 但信使号很聪明 以各个行星为跳板 借助地球与金星的引力多次降速 以螺旋之势迂回前行 花费七年的时间终于进入绕水星轨道 这一下我们终于揭开那水星不可告人的秘密 水星就像湾仔码头的水饺 皮薄馅多 行星河占据85% 地壳和地脉极致鲜薄 薄到吹弹可破 而凭借探测器 我们得知水星表面有高含量的挥发性元素 相信同学就能意识到 这结论不科学 行星离太阳这么近 高温会让挥发性元素蒸发 高含量的挥发性元素只会出现在寒冷地区 根据以上信息 科学家们得出了新的结论 在最初几百万年中 年少轻狂的水星就像年轻时的哪吒 见谁不爽就赏一顿三味真火 可以说是自意妄为地喷发着热量 这些巨大的热量 来自于持久的剧烈运动 随着一年年长大 水星慢慢变得沉稳 逐渐冷却 形成了地壳 并吸收了从内核中逃逸出来的挥发性元素 但这一切必须得在远离太阳的地方发生 科学家推测 水星最初极有可能诞生在火星附近 如果水星留在了原地 没准它就会成为另一个地球 但水星却没这个命 当时在这块区域 有着数十颗行星胚胎 互相殴打推丧 某一天 有另一个发育良好的大个子 盯上了水星 水星这辆小迷你 老老实实地走在自己的道上 而大个子如同军用汉马 硬要来别逆 一下就给挂蹭了 这下水星被蹭掉了车漆 也就是地壳与地慢 而这些碎片大多保留了下来 甚至催生出了早期的金星 这是水星仅存的内核 被太阳巨大的魅力俘虏 才来到如今的位置 这种理论听起来非常有创意 却也有解释不清的地方 毕竟剧烈撞击产生高温 会让挥发性元素蒸发逃逸 所以科学家设想的撞击方式可能先这样撞 再那样撞 最后一阵乱撞 从而达到了现在的效果 可惜曾经立下功劳的信使号 早已耗尽燃料 光荣退役 水星身上的巨大谜团 只能留给后人 很可能是咱们中国人去发现 夹在水星与地球之间的金星 被高反射率的云层笼罩 极为明亮 宛如古时神秘的鬼中少女 尽管金星的大小与地球相当 但我们也无法用天文望远镜 偷窥到它的真容 直到五十年代 科学家们依然在猜测 金星拥有与地球相似的森林 海洋等复杂多样的地貌 因此苏联向金星发射的第一颗探测器 居然做了水上着陆的设计 经历六七十年代的多次失败 1982年 苏联发射的探测器 终于登陆金星 然而事实与期望 总是有着巨大的落差 金星的真实面貌 更像是人间地狱 这场探索就像是网友奔现 照片和本人差得太多了 那我走 走是走不了了 探测器老老实实地传回了数据 同样令人惊诧 金星分明拥有着 最接近地球的大小和质量 构成也几乎相同 而且金星与太阳的距离 显然比水星远 可表面温度却高于水星 其中复杂的气候变化 就像是你爱的女神 你永远琢磨不透 后来科学界的老司机们研究发现 在地球诞生生命之初 尚且年轻的暗淡太阳 还没有如今这么热情 所以彼时金星的地表温度 大概就像地球上的春天一般舒适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本该纯郁的金星变成了神秘多变的月解 像当年房龄几百万岁的金星 有着与地球相似的繁荣 大雨带来充足的水 覆盖着金星 大小江河遍布整颗星球 比水星更像是水星 金星厚厚的大气层 就像棉袄 十分保暖 保证了地表的温室效应 大家可别一听说温室效应 就觉得这家伙不正经 其实温室效应属于那种不可或缺的老好人 也很好懂 就是太阳光先这样 然后地表在那样 然后大气再一顿操作 星球就能保温了 然而白居过细 一晃眼二十多亿年过去了 已然壮年的太阳 不再像年轻时那般高冷 开始热情奔放地挥洒能量 金星的地表温度一高 水蒸气就更多地进入到大气层 让温室效应这个老好人膨胀且黑化了 加剧的高温 甚至能让雨水在落地前就被蒸干 温室效应一失控 海洋也随之干涸 可以说海洋就是金星曾经的爱人 但如今人去镂空 被伤透了心的金星 就成了这性情多变的模样 现在说到火星 估计各位可就不困了 关于这颗星球 人类有过太多的幻想 因此诞生了太多相关的影视作品 比如火星救援 火星异种 还有格雷奥特曼 其实早在诞生之初 火星也是一颗蓝色星球 大气富含温室气体 河流也曾经在这流淌了数亿年 可能还存在过生命 几乎与地球无异 当时火星的气压与地球相当 或许更高一丢丢 25摄氏度的气温也令人舒适 但由于氧气含量低 你还是需要戴个呼吸面罩 才能在火星上裸奔的 相比之下当时的地球还充满着有毒气体 尚未诞生生命 然而物是人非 两姐妹的处境已经颠倒 火星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地球又凭什么发育的如此健康 首先火星吃灰仔 个子太小 引力抓住大气很吃力 等到大气层一天比一天薄下去 火星和金星老了个同样的下场 海洋全部蒸发 连水蒸汽都逃逸进了外太空 只有极少量水分被冰封在零星角落 不过火星上有个深达九千米的火山口 叫做海拉斯盆地 火山下气压极高 科学家推测 那里大概率存在液态水 甚至仍然存在微生物这样的简单生命 但火星大蟑螂 奥特曼 赫波特乔治维尔斯曾经写道 在太空深处一定有居民妒忌地注视着我们 如今我们只能说 那些拥有高度智慧的居民几乎不可能来自火星 但火星已经足够独特 通过地图可以得知历史 因为其地表在数十亿年来从未被腐蚀 连四十亿年前留下的地貌痕迹 如今也能清晰可见 如果夏商周断代工程有这样的天然条件 考古学家做梦都得笑醒 通过比较火星的地貌与地球表面的陨石坑 科学家推理认为 一场被称作晚期重大撞击事件的陨石天灾 猛烈冲击了整个太阳系 无数小行星冲进火星大气 据估计当时每平方米有53吨岩石落下 被重创的火星丧失了生气 碎盔祸首是那颗遥远的海王星 可能是二环内房价太贵 海王星被迫搬向五环 在迁移的过程当中 陆星刻一搏带 这里充斥着无数冰质岩石 是人际含至的严寒区域 天体间的相互引力 破坏了这些天体的轨道 将这些小行星推向太阳系内部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大胖子 一把推开一群小瘦子 惹出的祸 当时的地球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但地球却绝处逢生 因这场天灾带来了化学变化 催生了生命的出现 可火星娇小的身躯 注定了其命运多舛的一生 大撞机后先是迎来了最适宜生命诞生的诺亚时代 有经历过严寒与干旱的时期 再接着太阳风刮来了 美丽的极光就是太阳风进入行星磁场的产物 地球内部液体的对流 使得铁水不断地循环旋转 像一台发电机产生了磁场 磁场能与引力共同抓住大气 避免其被太阳风吹进外太空 火星也曾经拥有这样的磁场 但后来火星老化的发电机撑不住了 当机不干了 磁场消失后 在太阳风猛烈的吹佛中 火星大气如同一个屁 放过就再没留下任何痕迹 别吓唬人家 我们的地球随正直壮年 可太阳终有一天会再次暗淡下去 到了那时候 地球也将布火星的后尘 不知道到时候的人类会是什么模样 灭绝 进化 寻找到新的家园 又或是如星际穿越中设定的那样 甚至进化到了更高维度的次元 不管如何 对于宇宙太空的遐想 对未来的眺望 这种无关功利的梦 在我看来 不仅关乎科学的探索精神 更是一种赤子之心的浪漫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 对神秘的宇宙感兴趣的观众 别客气啊 用你们的大拇指戳死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